這一段時間的表現裡面有兩個人的表現 會讓柯文哲很尷尬 一個當然是陳時中 因為他是防疫公衛 第二個其實是侯友宜 那二十四例剛好是在新北市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在新北市知道 他明明知道 他不要自己講 他要讓陳時中講說在新北 用陳時中打侯友宜 侯友宜在查 有些不聯絡失聯的那些居家隔離的人的速度都比 柯文哲的用力 就前一段時間甚至新北還幫台北市找到一個 柯文哲突然時間用講的比做的多 我那麼不客氣的講 這段時間你在看政治任務 他是講多少做多少 還是講的比做的多 還是做的比講的多 你很容易判斷 那你看二十四例這個事情 為什麼柯文哲要花那樣子 柯文哲是知道自己 只要一講話就會有新聞就會有鏡頭 簡單講當他不講話的時候 一百個麥克風擺到前面 他還是不講話啦 他還是跟你一句帶過 像今天就一句帶過了嘛 今天講丟了一個順時鐘出來嘛 那為什麼 因為二十四例 他要陳時鐘去講在新北嘛 我不知道當然就在新北嘛 可是如果是陳時鐘講這句話的時候 示範他跟侯友宜兩個槓 因為壓力會落到侯友宜的身上耶 是新北的人要緊張 他還繼續今天還是繼續放小火 可是你看陳時鐘這邊 其實這個我不認為是陳時鐘一個人的判斷 我乾脆全台灣 他們的團隊 我公佈一個全台灣的圖給你 你知道有三個地方壓力最大 對 有三個地方壓力最大 紅色的啊 不會少啦 對台北市有七個是最多的耶 然後新北市五個嘛 如果沒有二十四 如果沒有二十四 新北還不會是紅色的 新北市因為二十四例 二四 二五 二六嘛 就這個出來了 還有家族的那個 彰化就是那個十九例嘛 因為他後來他們加這個四個人嘛 就是一加四就五個嘛 你像盧秀燕盧師長 還很計較說我台中的 台中 對 台中還有四個耶 他說我四個裡面有兩個是 幫其他縣市收治的 所以怎麼可以算到我身上 為什麼 因為你紅色的就不好看嘛 防疫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做的嘛 所以你在看 柯文哲為什麼今天又轉 後來有記者在問他說 那鑽石公主要下來要隔離啊 聽說在陽明山啊 他不敢講話了 所以提他跳過啊 他說你不要害我啊 如果你是正常心態啦 你其實你要做的不是這些事情 你要做的 其實柯文哲有一件事情 還可以啦 就是說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人用 有一個姓劉的 用一個假名字 假電話嘛 然後他不是嗆他說 要他出來面對嗎 然後像你縣市政府 這時候要做的是把 你的居家隔離的 這些要主動聯繫的人做好嘛 就像是穆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